明明还没到冬天 埃及首都开罗 周二却下起白茫茫的雪 不时有冰雹掉落 气象局还报道 未来几天 强风豪雨打雷 将连番袭击当地 暴风雨伤害 孟加拉民众很有感 外首级热带气旋 西塘重创孟加拉 一天降雨量超过300毫米 一百万人被迫撤离 一千万人无电可用 六千公顷的农作物 毁于一旦 非洲奈及利亚 也遭逢十年来最惨水灾 淹没44万公顷田地 一百四十万人无家可归 一群人只能轮流 喝一杯干净水 这是那些小食物 我希望这些小食物 我希望这些小食物 这些小食物 这些小食物都会放进去 但是因为这些小食物 来到欧洲 时速超过两百公里的 罕见龙卷风 横扫法国北部 几乎一平数十座房屋 极端气候加剧 造成全球天气大乱 人类减少排炭的脚步 却迟缓 近期印度庆祝排灯节 尽管政府寄出放鞭炮 就要被关六个月的禁令 还是很少人遵守 空污为例 车辆废弃 加上农夫烧杂草浓烟 温室气体有增无减 极端气候也难以消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